夾起鮮的牛肉片燙幾下就能入口 冷冷的天讓人想吃火鍋 尤其低溫來襲 週六清晨 基隆七度只有七點七度 新北汐止八點九度 臺北北投也只有九點一度 全低於十度 強烈冷氣團 會持續影響到週日清晨 想吃鍋溫暖一下又不想變胖 營養師建議可以這樣吃 以湯底熱量來看 昆布番茄蔬菜和藥膳鍋最低 香濃的牛奶鍋排第二 麻辣和沙茶鍋熱量最高 就算湯底是火鍋的靈魂 營養師說哪一種口味 吶含量都很高 容易水腫 喝一碗就好 主食怎麼吃也有配方 可以先挑雞蛋 再選冬粉烏龍麵白飯等 最後再挑王子麵鍋燒意麵 因為他們都油炸過 熱量比較高 起司本身的吶含量是高的 所以只要你的起司牛奶鍋 味道很濃郁的話 通常是起司量都加得很多 那這個的話可能高血壓的人 或者是甚至一些腎臟功能不好的人 都應該要避免 避免湯底煮濕等熱量魔王 蘸醬也要當心 天然辛香料 醋醬油 蔥薑蒜 會比水果風味的調味汁 和醬油膏 豆瓣 辣椒醬好 而蝦茶 花生醬 糖粉等 熱量相當高 不想吃一口提重機數據 也跟著上升 高油 高糖 都得避免 華視新聞講題 黃昭盛 拍報道